我估计吴京来了也压不住真子丹 因为《沙破狼》里面有一段 真子丹跟吴京对打 据说当时导演让真打 真子丹就真打 一出手打断四根棍子 还把那个吴京肋骨给打断了四根 把战狼直接打成落寒二头的野狼 跳着disco就去夜店了 跳着disco就去医院了 医院了 去装肋骨 装完一看发现还装错了 装的是端了的四根棍子 肋骨还在吴京手里拿 我说这棍子咋白白的 杨子 加油玩你演得不错 我的意思是我们节目组 就请不起真的杨子了吗 请个这个杨子 以后我要是名气大了 要是请不动我了 你们是不是还打算 请奇葩说里面那个爱丽 反正都是爱丽嘛 来扭个脖子来 来扭个脖子来 动一下动一下 民族我来的 民族我来的 这个杨子啊 名气不大 架子不小 昨天彩排停车的时候 彩排前停车的时候 他居然说他这个车停的位置 风水不好 就又去停车去了 真的 真事 昨天发生了真事 还能这样 那我觉得我这个座位 风水不好 我能坐到这儿吗 坐在腿上也可以 只要他不跟我算旧账就可以了 小火机你刚有学我垃圾 那是个人物的塑造的层次的变换的场景的转换的区块链这一块算是区块链 他说一眼睛一闭啪一转啪一戳 上北尾三十七 家里管孩子都 上北尾三十七 别欺负你弟 上北尾七十二 都是一个半球的也不知道让点弟弟 终于不用假笑了 是不是 前面都挺累的 挺累的啊 挺累的 我也累坏了在上面 哎呦喂 哎呦我真的是太难受了